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祈求我们众神明能够保佑今天能够开工圆满 再次议员陈金佐 立伟蔡世音服务处执行长陈东才 及社区管委会共同上香驻导下 民生世界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动工 我们社区从82年到现在目前差不多将近30年 那漏水的话是从差不多七八年前到现在 每个月差不多一起将近八百块吧 我也怕会吐石流 然后就是每个月流那么多水 我也觉得真的是造成资源的流失 信义区民生世界社区 常年漏水严重 立伟蔡世音争取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前年十月和自来水公司签约 让社区内的老旧管线能够一次汰换 解决漏水问题 111年的3月24号 管委会找蔡世音办公室 那蔡世音就派我 我是派他服务处的执行长嘛 还有那个时候金佐当好是当市长的秘书 那我们就请市长那边也帮忙 那蔡世音蔡委员这边也帮忙 那个经济部水育署争取了60%的预算 所以包括市政府的预算 这个是80%的预算 社区是要出20%的预算 所以这个工程还能如期来施工 社区漏水问题总算能够解决 让长期奔走协调的市议员陈君佐 终于等到开工动土 每两个月缴一次水费嘛 那几乎都是破1500以上 那两个人用水 其实我家两个人用水 三个人用水也不过两个月才500块而已 那民生社区的住户 一千五以上 两千 两千出都有 因为有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对 那这个发现的问题已经很久了 其实君佐在当林友昌市长秘书的时候 就有跟林友昌市长报告过 那林友昌市长在任内的时候 也有编预算支持民生社区 那这笔预算也有保留下来 这边管委会有中断一阵子啊 那110年才成立啦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因为管理委会成立 我们才可以跟自来水申请 那于是就拜托蔡司应服务处 去跟自来水公司协调 我协调了至少五次以上 那跑自来水公司也跑了 哦 第一管理宿跑了 哦 很多次了 假如说今天没有进来施工的话 每一户两个月的水费大概要一千五 这个很怕的漏了很严重 所以今天那个真的包括管委会的这些住户委也好 我们的主委也好 还有这些委员 大家都很感谢我们蔡司令办公室 还有我们林友昌市长 包括我们的陈君佐秘书 这样子来协助 今天才有办法来开工 社区老旧管线 一次态换 市议员陈君佐 执行长陈东才 和社区管委会一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期盼未来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让民生世界社区不再漏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信义区民生世界社区漏水问题 渴望解决 中央及市政府补助的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动工 市议员韩世玉 特别到现场关心施工情形 针对施工期间可能短暂停水问题 以及农历春节期间 能不能施工 韩世玉协调报商 希望能够降低对社区民众的不方便 怪手机具一早就进入开挖 民生世界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动工 大口径的管线陆续吊起 在包商员协助下 准备进行管线埋设工作 我们现在是挖这个原来的既有管线 旧有管线 我把它的旧有管线给它挖出来找出来 那挖出来找出来以后 把它头接起来以后 我才能把这个管线慢慢把它接出去这样子 民生世界社区长期漏水问题 终于渴望解决 争取改善的市议员韩世玉 特别前往社区后方 关心工程进度 民生社区其实长期新的漏水 是已经漏了非常久有一段时间 从韩前议员到现任的市域 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 我们水管可以做一个代管 更新的这个市议 那当然政策是延续的 我们要感谢我们谢国阳市府团队 那没有他赶快的做一个拨款的动作的话 后续的话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可以解决 那当然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有难免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赶快来解决 如同呢跟之前一样 那只要呢我们可以把漏水的问题减学 第一个就是减少我们大家所额外所花费的这个水资源的费用 大家也争吻的 这样水现在就要反而说你拿水就要反而说又漏了 现在漏的时候外面的 对吗 我们家的是我们自己负责 这个漏的政府给我们解决 最终给我们解决 由于目前 那我们会预先告知住户会 那个请他们有水塔的话 请他备水 复用 对 如果说施工期间的话 有缺水的部分的话 当然它是短暂性的停水 啊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商道坑这边呢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 重大型的停水 那刚刚呢施工方也有讲到说 我们会呢依照程序呢 竞速的呢叫水车 赶快来做一个处置 所以呢一旦有发生停水的情势 大家都不要客气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交代市域 韩世域强调 未来工程改善之后 社区住户的用水将获得保障 未来有报馆 或者水压不足问题 都由自来水公司维修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包商强调 春节期间不会施工 会尽量缩短工期 让工程早日完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对于小爱爸爸基隆市长 谢国良积极打造市内儿童乐园 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的支持 谢国良表示 目前已经有四座室内儿童乐园开幕 今年还会持续打造 让基隆市七个区都有室内儿童乐园 未来也将规划 即将活动来串联七座室内儿童乐园 面对全场的小朋友跟家长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最喜欢互动的话题 就是基隆特有的室内儿童乐园 小朋友的回应都相当热烈 小爱爸爸想问一下 小爱爸爸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弄了一些儿童乐园 在信义儿童乐园 在七度的儿童乐园 那今年开始又有了中正跟中山的儿童乐园 有去过这些儿童乐园的举手 看一下好不好 好多都有去过了 那好 首先放下来 那那个中正儿童乐园有炮台 然后这个中山儿童乐园还有旋转木马 这是最新才开的 有去过 现在换了 有去过中正或中山 就是看过那个旋转木马的同学 举手看一下好不好 这么多已经去了 那你们喜欢吗 OK OK 你们是大班了 你们要赶快玩 因为那个小爱是我女儿 是大你们一年 她现在慢慢不想玩这些地方了 所以你们趁大班的时候 赶快玩得开心一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今年度将会全力完成 全市七个区的室内儿童乐园 等美区的室内儿童乐园完成后 也预计规划相关的活动 来串联七座儿童乐园 那我们今年还有三座要来开幕 等开幕了 小爱爸爸再带大家一起玩好不好 然后我还想推 就是等七个都玩过的 我们还可以挤油 我今年要做这个计划 七个都玩过的 我们七个就给你盖一个小印章 然后等到七个都印章都盖了 再送一个小礼物给大家好不好 市长谢国良希望 透过各种系列的活动 带动亲子之间更多的快乐互动 让基隆充满温暖的童年回忆 来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怎么喝茶也是一门学问哦 基隆社区大学开办丰富的学习课程 其中的生活茶艺课带领学员 从认识茶的种类到如何泡茶 健康的喝茶 让大家深入认识茶文化 将滚水缓缓倒进茶叶中开始泡茶 基隆社区大学这堂生活茶艺课 结合室内与户外的课程特色 带领学员深入体验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我们这个设大的生活茶艺课来讲的话 就是会有介绍我们茶具的部分 然后介绍茶的种类 然后怎么去把每一种茶都泡好 那而且我们可以在 比如说比较好的时间点 去喝茶对身体也会更好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会让学员变成说 就是一个茶席 那也可以提升每个人的人文 还有一个艺术方面的修养这样子 我们会安排 比如说像我们曾经去南港啊 平陵啊 这些茶叶博物馆 然后去做参访 然后课外教学的活动这样子 茶艺课也很生活化 包括什么时间点适合喝什么茶 让民众学习健康的喝茶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 什么样的茶品 那我都跟学员讲说 比如说我们早上的时候 适合喝绿茶 因为他儿茶数最多 那最多来讲的话 就变成说他会有提神的作用 对那如果说 反而觉得我比较不容易入睡的人 我们都到下午的时候 就避免不要喝绿茶 大概是这样 然后晚上比较建议喝铁观音啊 老茶啦或补饿茶 对不影响睡眠 基隆社区大学动静态课程丰富 老师们全力倾囊相授 社区大学鼓励民众 踊跃来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快要农历过年了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牵线下 为在七堵区的六堵慈凤宫 特地制证白米调味料 以及健康枕头等生活物资 给友一礼协助礼办公室 制作社区关怀照顾 据点长者们的共餐餐盒 也受到友一礼长萧雪的由衷感谢 快要农历过年了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牵线下 为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凤宫 特地制证白米调味料 以及健康枕头等生活物资 给七堵区友一礼 协助礼办公室 制作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长者们的共餐餐盒 当农历春节来临 我想我们小里长 介绍这一份由石旺大德 所供应的那些粮食大米 我们调味料等等 相信他们做的会满满的窩心感 那对于他们这些异己 个人代表名义再次的谢谢 我们石凤宫 还有我们的小里长 石凤宫也站在 这位上线人士的卷助 然后郑受友一礼 这边有白米 还有我们的酱油 还有石墨室的枕头 然后请里长这边带回去 石凤宫的爱心 也受到友一礼长萧雪的由衷感谢 做过张艺员 我们来承访工 拿一些物资像米 酱油 还有石墨烯 供给我们的友一礼的身心障碍 独居老人他们的需要 同时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做远备共餐 每个礼拜 三四五十个便搭 所以我们感谢 石凤宫的散举 我相信我们有毅力的礼仪 一定会感谢你们 我们很温暖 谢谢你们 每到岁末年终之际 石凤宫都会举办寒冬送卵活动 结合社会各界 散性大德一起照顾弱势 已经连续迈入第43个年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提供节目录制 体验节目录制 基隆商工资讯科学子 展现搜集整理的区块链 大数据 在当今数字时代 大数据不仅仅是一个流行事与 而且已经成为塑造商业科技和社会的力量 云端计算 云端计算是当今数位时代重要的技术革命 它让现在的科技多了更多资源及其他的应用 物联网等资讯议题 物联网将现实社会数位化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首度体验节目录制 中加宽屏吉隆 善尽社会责任 以口语表达的角度切入 让学子在体验节目录制时 更能从容自在 当组成真的很不简单 要背稿 要看镜头 然后如果来宾有忘词 你还要接他那个稿的意思 第一次坐上台 孩子们有备而来 重找资料 讨论 甚至面对镜头都事先模拟 进而在摄影棚时 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较懂得要怎么用 比较好的讲话方式来跟 学业上面还是未来在工作方面 会比较好一点 在节目上要自信地够达出 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参访电视台 除了让学生了解媒体制作的流程 也希望他们能借此机会挑战自己 新闻制播的一个体验活动 小孩子他们拿到主题之后 就会先从网路上搜寻 跟资讯有关的世界潮流 他从找群资料 然后拟稿 面对镜头的练习 并且做一些口调的一个 灵场反应 或者是面对镜头应该有的疑态 也很谢谢 节目电视台这边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 上电视台的机会 近年来资讯科发展快速 学生也展现自主学习的能力 跟上时代潮流 冬家学联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第三届文文杯 智联感测全国联赛 基隆市两个学校 总共五支队伍挺进决赛 报回经营同奖大满贯 第三届文文杯竞赛 以阳明交通大学开发的感测器 为感测原件鼓励参赛师生 以此发想 设计结合创意及科技 改善生活的AIOT装置 基隆市两校共五支队伍 全数挺进决赛 把金 银 铜 所有的奖项 统统报回来 物联网的应用 其实现在在智慧居家 已经很普遍 那么我们导入到课程里面 再把人工智慧加进来 变成了AIOT 我觉得是现在的孩子 他们应该可以尝试学习的 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未来 那二姓高中 这次我们普通科 电机科 很多的同学 组织了参加了 这次的文文杯 很高兴能够拿到了金奖 也拿到了两个铜奖 也验证了 孩子其实在AIOT的发展上面 他们有很多的心思跟想法 这是值得去鼓励 他们的创造的 融获金奖的二姓高中 航海御守船上防御装置 延续之前金奖 高龄长洲智慧平衡轮椅的发下 解决大多数民众 出海会晕船的困扰 很开心我们这次可以拿到 这个文文杯的金奖 然后我们这次设计的作品 我们是希望 因为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 我们从小就看到很多的船 进进出出 那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有晕船的这项情况 我们就希望用这个作品 来改善大家晕船的情况 让大家更乐意去搭船只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大船的文化发展出去 还有两个同奖也是由二姓高中获得 地震感测及桥梁感测 展现学子的逻辑思考能力 及团队合作力 我们主要做这个作品的目的是 为了要侦测桥梁的安全机构问题 然后确保桥梁不会有倒塌的问题 当地震发生时 就只有我们收到的简讯 但我们就透过这个波形 就能让民众知道说 什么时候可以逃亡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去避难 地震是几级 然后会有相对的波形 然后告诉他们说 主阵已过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避难了 今年基隆高中组参赛队伍 在文文杯全数获奖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 相当令人振奋 AIOC战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有120年历史的基隆灯塔 这个月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 可以饱览整个基隆港的风景 这一次还结合AR互动体验 扫描实景就会出现附近景点的介绍 让整个旅游资讯更加完整 而逛完灯塔到旁边的登山步道走走 还能一次收集白米翁间 球子山灯塔等景点 成为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 白色原著的基隆灯塔 搭配一窗一门造型 站在景观平台 欣赏海天一色美景 香港整个都尽收眼底 球子山 还可以去那边球子山 灯塔就是 眼前的海景美不胜收 仿佛让人以为来到希腊国度 但其实这里不是国外 而是基隆灯塔 终于在10号开放参观 113年1月10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之前有一阵子都处于整修之中 而之前开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观平台 现在园区内也正式对外开放 全白色的基隆灯塔才开放 每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欣赏海景 虽然主灯塔的室内空间狭小 不开放民众参观 但一旁登山步道走一遭 白米翁炮台 灯塔文物馆 球子山灯塔等景点一次收 我们下令的时间的话 是4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 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那目前为止是东宁时间 所以从11月1号早上9点 然后到3月31号是下午5点 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 这风景很漂亮啊 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基隆雨 基隆雨很开阔啊 对啊 之前这边都关闭不能进去啊 然后拍灯塔的话 你在外面拍了 直接拍一半 现在可以拍全部啦 基隆灯塔正式开放参观 成了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 登上基隆塔除了可以保览基隆港 往来船只的景色 民众不妨走一遭 欣赏这超过120年的历史建筑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卫生福利部去年5月10号修法要求各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应该设置AED 但是当时基隆市警局预算已经编列完成 无法马上采购 易勇警察大队大队长郑锦州自掏腰包捐助上缺的四台 让市警局达成设置目标 公开表扬我们易警大队政大队长的善行议局 自掏腰包 易警大队长郑锦州捐赠四台AED 补足卫福部修法 要求进入市警方供需的25台 我们今天捐赠这个AED 因为我们警察局和易警都是一家的 而且我们见到睡末寒冬开始要东防了 我们所谓疫情同仁也要在派出所东防 所以我们是备而不用 也非常谢谢我们张局长给我们机会 来为我们所有的派出所 最后这一块缺失给我们四个来补足 真的很感恩 警察局长带领警局长官直接在大门口公开表扬 最后一块拼图 是我们锦州兄带领的易警大队给我们完成 热烈掌声鼓励 AED是救人救命的利器 警察局长分享一个在云林警界的真实故事 当天下午这个年轻的巡官就在四楼楼上 跟这个教官一起跑步 跑到一半突然摔倒 这个教官不放不忙 用AED把他救起来 结果这个教官的爸爸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警戒 你看如果当天没有善心人士捐AED 没有这个教官去学这个AED 那今天那一个年轻的生命恐怕 就是一个汉事 感谢郑锦州大队长捐赠善举 能在突发状况时发挥及时救人的功效 打炸基隆队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观赏儿童剧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如果儿童剧团团长赵自强说 目前会朝向更加有互动性的儿童剧相关活动来规划发展 加深亲子间的互动 基隆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三天的大班幼儿剧场出体验 受到小朋友跟家长的欢迎 这次担任演出的如果儿童剧团 规划了许多互动性的表演 剧中小恐龙的玩偶和小朋友快乐互动 而针对儿童剧未来的发展趋势 如果儿童剧团的团长赵志强也特别提出他的观点 儿童剧其实变化很多了 那做得越久才发觉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其实有的时候儿童剧不只是我们传统的坐在观众席去欣赏而已 他还可以小朋友需要互动 小朋友才会有成就感 才会觉得投入到这个戏里面 甚至现在还有在看戏前 看戏后 看戏前你可以DIY手做一些互动的一些道具 什么通关的密码 通关的道具 这时候跟台上互动的时候 你还有你自己做的东西 这样的话小朋友手脑合一 手脑并用 那这样儿童剧的那个投入感更不一样 然后结束之后跟爸爸妈妈的讨论 在融入比较灵活的不是学习单 但是他精神有点像学习单 就是爸爸妈妈互动那些题目 然后还有抽奖 那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投入 还可以领个奖品回去 那我来跟孩子聊一聊 不是说你看你看爸爸妈妈买票 妈妈妈带你来看 你看看我睡觉 这样的话没有互动 其实互动不是只是孩子们观众 小观众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互动是亲子间的互动 儿童剧变成一个媒介 变成一个话题 让亲子可以讨论说 你有玩具你愿意分享吗 从儿童剧延伸出相关的系列活动 相信可以带给小朋友 更多的生活知识跟体验 也能加深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同步提升艺术跟人文的素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接龙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插座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飞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刚的绿网标固定清洗 电池 英雄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把下插图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可以省下不少电费 楼着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 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留几层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际网路都能再开心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点资格